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美国校园恐怖片 母女嘉丽 女主嘉丽是一个毫不起眼内心孤僻的少女 她在学校没有一个朋友 一次体育课后 嘉丽在浴室里冲洗 突然发现自己满手视觉 嘉丽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惊慌失措 冲出浴室找同学们求救 这时表情女发现原来嘉丽只是来了大姨妈 拿出姨妈金要给嘉丽 可是嘉丽完全不懂大姨妈是什么 还是一脸恐慌 表情女看她这样绝对很有趣 就带领大家拿棉条羞辱她 还拿出手机将眼前的这一幕拍下来 并上传到网上 幸亏体育老师及时赶到安抚嘉丽 在校长办公室 嘉丽一听要请家长紧张的不行 这时一旁的水桶竟莫名其妙的爆炸了 回到嘉丽 嘉丽质问自己的母亲 为什么不告诉自己这些生理常识 原来嘉丽有个神刀妈 是一名狂热的宗教信徒 不仅在嘉丽刚出生的时候 就想把她杀死 而且还认为这些女孩子的事 都是在亵渎神明 一个不顺心就把嘉丽锁紧闭处理 第二天体育老师为了惩罚表情女上传视频 让她们边跑步边反省 不然就不让她们参加毕业之后的毕业舞会 没想到表情女还挑出来大骂老师 并煽动其他同学反抗 搞笑的是没有一个人鸟她 连她的闺蜜金发女也不站在她这边 所以只有表情女一个人的舞会资格被取消了 同时嘉丽因为心情不好 在盯着镜子的时候 镜子也莫名其妙的裂开了 嘉丽惊喜的发现自己的超能力 冲回家练习 想让什么事飘起来 就让什么飘起来 另一边金发女想向嘉丽道歉 就让自己的男友 无辜男去邀请嘉丽 参加毕业舞会 嘉丽开心的为自己撮礼服 在舞会当晚 嘉丽打扮得美美的 等着无辜男来接自己 却被神刀妈说 她穿着打扮侮辱了神明 说她是个晃荡的女人 嘴该万死 嘉丽一个暴脾气上来 把神刀妈关进了壁橱里 之后和无辜男开开心心的到了舞会 他们一起跳舞 此时嘉丽开心的觉得 自己跟一个正常人没有区别 还得到了舞会上的桂冠 在台上的嘉丽 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 这时候一桶猪血从嘉丽头上淋下 原来这都是表气女和她的男友 找死男设计的阴谋 故意让嘉丽得奖 还在舞会上播放嘉丽在浴室的视频 目的就是在大家面前羞辱她 让她被众人嘲笑 然而意外发生了 装猪血的铁桶砸下 将无辜男砸死了 这时的嘉丽难过的心都碎了 这一刻她彻底失去理智 觉得在场所有人都是表气女的同伙 一个小宇宙大爆炸 把所有人都炸飞 然后开始喷水气 用电线把所有人一次性都垫死 然后她发现正在驱车逃跑的表气女和找死男 一个闪现到他们面前 拥有超能力的嘉丽可不是吃素的 她控制住车 甩手把车撞到加油站上 炸死了他们 伤心欲绝的嘉丽回家后 扑向神刀妈怀抱向她道歉 却没想到神刀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 想要杀死嘉丽 大受打击的嘉丽心如死灰 用自己的超能力将一切尖锐物刺入神刀妈的身体 并毁灭房子与神刀妈同归于尽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校园暴力是一种可怕的存在 不要随意的欺凌别人 你不知道她在反击的时候 能做出什么样可怕的事 以上就是本期老炮电影带给大家的内容 老炮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你有一种可怕的关键 开心 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